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一 近日 美日澳宣布三方以同意建立所谓联合防卫机制 日本自卫队明年起还将定期赴澳参加美澳联合训练 不仅如此 日本还与乌克兰签署了情报交换的相关协议 具体情况 来看短片 当地时间11月17号 美日澳三方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举行新闻发布会 日本防卫大臣钟谷元表示 日本 美国和澳大利亚已同意建立联合防卫机制 三方还同意就防空导弹防御网络架构交换信息进行讨论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 美日澳三国已就明年起 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定期参加在达尔文举行的 美澳联合训练达成一致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 这意味着日本将开始在澳大利亚定期部署 两期快速反应旅 不仅如此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美两国政府计划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 建设共同使用的训练场 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小野四五点十六号表示 日本愿意承担一定费用以实现持续使用 这意味着日本将在美国部署常驻部队 他还称这是首次就日美地位协定提出反向要求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和乌克兰十六号签署了一项有关交换机密信息的情报保护协议 日本外务大臣盐巫义称 这项双边协议将成为两国政府之间情报共享的基础 据俄媒报道 盐巫义十六号对基辅进行了未经宣布的访问 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盐巫态度消极 已宣称将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在此行事下 盐巫义表明了继续支援乌克兰的日方立场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两位嘉宾 首先请教苏女士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宣称 美绕三方已经同意建立联合防卫机制 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 三方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动 说到这个联合防卫机制 首先包括三方之间要就这种安保军事方面的问题来进行沟通 比如说现在强调的是 导弹防御架构 那三方之间要进行信息的交流 那么同时还要开会 防长的会议可能会进行这种例行化的设置 当然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所谓的防卫合作来说 一个鼻孔出气 对地区安全说三道四 给其他大国身上贴标签 必然是这个所谓防卫机制要发挥的作用 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 联合行动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如果派出精锐部队 水陆机动团 能够在澳大利亚大尔文港参加相关的训练 进而长期部署 当然是日本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而大家也关注到的是 为什么日本的防卫项非常关注这个机制的建设 日本要首先发声 而且要强调自己的作用 因为我们看到在拜登政府时期 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部署 打造了很多的所谓的小多边 而其中日本希望自己做上第二把交易 不管是美日韩 美日非 还是这一次的美日澳 日本都能希望发挥一定的作用 所以强调自己紧跟美国 日本的地位在上升 而另外达尔文港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二战期间 日军是袭击了达尔文港 当时达尔文港被认为是 澳大利亚的珍珠港 所以现在如果日本它的一些部队 能够部署在达尔文港 其实意图是希望在这个战后 日本在地区的这种安全地位 日本处理历史问题 能够进一步的松绑 杜先生 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日本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 会定期前往这个达尔文港 进行相应的训练 那俄媒称这意味着 日本自卫队将开始在澳大利亚 部署这个两栖快速反应旅 那这意味着什么 日本向澳大利亚部署作战部队 三个变化 首先是从有条件到无条件 之前日本在澳大利亚干了两件事 一个是两架F-35战斗机 在澳大利亚进行演练 第二是进行了12式反舰导弹的试验 但是两种武器装备 在澳大利亚部署 都是以参加演习作为借口 那么现在如按照两国签署的 互惠主动协定 那么双方军事人员相互在对方基地的部署 这个频率就会进一步增加 第二是从随机部署到定期部署 这次两栖作战部队 在澳大利亚的部署加两个字定期 以前都是随机的根据演习 不定期在澳大利亚有一些部署 那如果圈定某一个特定时段 在澳大利亚能够长期部署 说明这种部署方式 跟澳大利亚的军事关系会更加紧密 另外会从非箭制部署到成箭制部署 像以前几架飞机几枚导弹 它是一个零星状态 如果现在整箭制的旅 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 说明它的部署规模 包括部署强度会进一步增加 这个三点说明 日本和澳大利亚军事合作关系 正从以前的相对松散 正在走向更加紧密 如果按照目前日本的 所谓互惠宪法的不能往远处走 那现在借助所谓的互惠主动协定 它可以跨越大洋在澳大利亚部署 很显然这是攻击性的部署 第二澳大利亚有可能离亚太会更近 如果借助日本的基地 它的战机军舰 包括各种武器装备 在日本常态化的成箭制部署 那会让澳大利亚 介入亚太周边事务更加便利 所以严格地说 这个所谓的互惠主动协定 包括双方的部署方式 会在遥远澳大利亚和亚太热点地区 形成一个新的桥梁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 这个日媒的相关报道 根据这个日媒两国政府的计划 是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 建设这个共用的训练场 我们看这个日本高官表态称 这意味着日本将要在美国部署常驻部队 那么您分析这个美日 是否会共用这个训练场 那另外日本又是否会反向 在美国的领土上来部署部队呢 反向部署一直是日本的一个期待 但现在看呢 这种所谓的部署是一种自嗨 如果按照关岛包括其他岛屿 离美国本土大概是9800公里 如果按照这个角度去看呢 在美国的海外领土上 零星部署一些日本要素 我感觉这个好像跟在日本本岛 部署美国武器装备和美国部队 完全两码事 在日本无论是东京地区 包括最核心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都有美国这个基地 都有美国武器 所以双方即使有部署 但是重心位置完全不一样 如果今后在天津岛搞所谓的联合训练 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这个地儿以前呢叫二线 它可以保存实力 但现在随着远程导弹能力的不断强化 这叫一线 所以谁在这地方 谁有可能承受损失 即使美国在关岛分部部署 然后打乱之前的集团部署方式 它也是攻击的重点 所以美国认为如果日本愿意掏钱 愿意付出代价 帮助美国修集地 帮助美国进行各种军事设施的建设 何乐而不为 我想从天津岛的位置来看 前出孤立 容易挨打 容易受到损失 这不是好事 如果这件事性质上本身 它不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 我想美国大概也不会拒绝日本 在这个方向部署 再加上日本肯掏钱 总之这个纠正所谓70年安保条约 老二的位置 目前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那我们看日本除了在亚太加进部署之外 日本的外务大臣最近是突访乌克兰 并且与乌克兰签署了交换情报等相关血液的 请教苏女士 您如何看待日本加进与乌克兰在防务关系的这种合作呢 在这个突破战后秩序 以及提升自己的安全地位方面 日本一直在发力 但现在很明显日本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在亚太地区 自己要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还更多的关注所谓的欧洲安全 似乎在全球的安全问题上 日本都要分一杯羹 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来提升自己的这种影响力 尤其是这一次与乌克兰签署协议 来推动这个动作 日本方面考虑的时机 也是看到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现在美国处在这个权力交接的阶段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可能会出现变化 所以日本希望抓住拜登执政的最后时刻 来凸显自己的地位 与欧洲国家 包括与北约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所以说到情报共享 如果说到日方的意图 首先呢 日本与其他的国家 已经在推动这种相关情报的交流 借乌克兰危机 现在呢 也在炒作所谓的朝鲜和俄罗斯之间 在这个出兵援俄等一些这个相关动向方面 对欧洲带来的影响 以及呢 希望在亚太地区应对 因为朝鲜和俄罗斯进一步的走进 日本所承受的一定的压力 那同时呢 还指向的是 当与乌克兰加强合作的时候 意味着未来日本与北约之间 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至少有更多的话题 所以这也与近年来我们观察到的 日本一再希望北约能够关注日本的作用 以及呢 实现这种安全军事合作方面的突破 日本在进一步的布局 在日本加进与乌克兰的防务联系之时 乌克兰总统对美国的军援发表了诸多意见 我们来看短片 11月16号 乌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乌克兰广播电台访谈 在谈及美国对乌军援时 强调了还有许多内容有待交付 他表示乌方收到了还不到美国承诺的一半 泽连斯基还提到 美国通过援乌更新了武器库存 增强了军队能力 并获得了现代战争的经验 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梳理 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总计 1750亿美元的各类援助 其中军援的大部分资金 被用来支持美国国内的国防产业 包括支付美国工厂和工人的费用 生产各种武器 这些武器既有送往乌克兰的 也有用于补充美国军方 因战争而消耗的武器库存 一项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发现 美国对乌援助资金正用于超过 70个美国城市的国防制造业 另一方面 当地时间1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应约与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 双方同意今后继续保持联系 乌总统泽连斯基则称 这通电话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17号消息 俄罗斯当天在一个小时内 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 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报道称 俄罗斯从多地发射了 多枚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 预计新一波袭击即将来临 并援引波兰武装部队 作战司令部最新通报称 波兰已经启动 所有可用的飞机和防空系统 予以应对 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 17号凌晨 俄罗斯防空系统 在比尔哥罗德州上空 击落乌军两架无人机 俄军在黑海水域摧毁 驶向克里米亚半岛方向的 四艘乌克兰无人体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那我们看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最新吐槽 美国队务军援说 称收到这个一半还不到 而且暗示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 获得的更多 那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那另外 若当选总统特朗普就任的话 那剩余的武器是继续兑现 还是就此泡汤 那说到美国原污 从这个2022年 俄乌冲突发生 一直到现在 美国队务军援 一直是占大头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截止到去年的10月份 美国原污 已经达到439亿美元 这意味着从二战之后 美国对于欧洲 在安全方面的投入 从这个马歇尔计划之后 欧洲国家是再次拔了头筹 但是说到乌方的这种抱怨 应该说对美国的原污方式 我们看得更清楚 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总统提用权 总统提用权在美国看来 是增加原污效率的 一种重要的手段 也就是美国会从 自己的军火库当中 直接提取武器 来对乌克兰进行支持 但是美国所进行的 这种安全援助的款项 是要用来购买 以及生产武器 来补充自己的库存 这就是乌克兰所说的 所谓的美国实际上 还是在补充自己 其实是原污的一种方式 但是为什么在当前 乌克兰方面在不断地吐槽美国 希望美国进一步地进行援助 并不说此前进行的军援的承诺 会随着特朗普就任 会出现极大的变化 而是会看到 特朗普对于处理乌克兰问题 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希望在拜登任期的最后时刻 美国能够把能花的钱花掉 能够把能做的事进一步地落实 比如说我们看到 此前乌克兰一直在催促 美国政府能够允许乌军 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打击能力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那么现在相关的松绑已经在推进 美国仍然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所以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吐槽是希望美国注意到 未来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 尤其涉及到乌克兰危机 可能会出现地震 所以也希望拜登政府 在最后的过渡时期 能够进一步地放开手脚 对先生 那另外我们注意到 这个乌方称呢 俄军在17号这一天 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 大规模的袭击 而且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 那您如何看待 俄军此时发动这样的袭击 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首先是显示全面优势 如果在地面进攻 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在一天内 对基辅在内的七个目标 进行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很罕见 它说明地面主动态势会持续 但是空中打击的能力 会更加强势 如果作战形势 按照目前的状态向后延伸 乌克兰损失会越来越大 第二呢是严厉敲打美国 因为特朗普胜选以后 对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 酝酿之中 这个方案会对俄罗斯 有什么影响 现在呢还是问号 如果通过火力打击行动 也会影响特朗普今后 在俄乌方面的选项 总的感觉呢 这个打击行动就像推土机一样 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的政策 推向更加偏向俄罗斯的方向 这样呢 打击行动就能展示 不光是军事能力 同时在政治和战略层面 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那同样是在17号这一天 俄罗斯方面称呢 在黑海方向摧毁了乌军 驶向克里米亚的四艘无人艇 那您如何看待乌军 这样的一个打击目的呢 乌人机 乌人艇 在克里米亚打击行动 有些重大进展 目前在美西方支持之下 乌人机 乌人艇 包括水下抢航器 这个355气装备 已经把黑海舰队打走了 现在已经向后撤离 如果目前依然在显示 自己乌人机 乌人艇的打击能力 实际上警察俄罗斯 黑海舰队撤出克里米亚 想回归的期望很渺茫 下一步又不排除 这些打击范围 会向黑海舰队新的摸岗 进行靠近 特别是泽兰斯基认为 前线很艰难 作战行动被动态势的明显加剧 但是海上 一样要显示自己的优势 之前通过与北约国家的组合 已经在黑海方向 取得重大进展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依然能够实现无人艇攻击 实际上再向国际社会表明 虽然陆上被动 但是海上依然主动 这样加起来 乌克兰的被动态势 有可能会被某种程度的掩盖 苏女士 您看目前在俄乌战场上 乌克兰处于被动的这样的一方 时隔近两年 我们看到德国总理舒尔茨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通了电话 您是否看待德国的这一行为 说到这一通电话 首先是因为德国国内政治 出现了急剧的震荡 大家会注意到 2021年德国选举之后 那么是产生了一个 所谓的交通灯政府 对于这个德国的社民党 绿党以及自民党 他们各自代表的颜色 恰恰是红绿黄 那么交通灯政府 意味着各自有各自的心思 有不同的政策偏向 那么延续至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屡有磕碰 有很多的局域 那近一时期 更是因为德国国内经济 长期不振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及现在俄乌冲突 现在这种发展的态势 这样的一个交通灯政府 最终是分崩离系了 所以现在对于总理舒尔茨来说 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发力 强调德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 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是希望能够凝聚国内团结的 一个具体的手段 当然德国也非常关注到 在特朗普胜选之后 很多人认为 未来美欧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跨大西洋关系 必然会受到冲击 要抢在特朗普 给普京打电话之前 那德国也需要 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沟通 这并不是说 德国的对外政策 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逆转 而是不希望 未来欧洲安全格局 在进行重建之时 德国会成为一个 被边缘化的角色 德国议员希望 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来了解俄罗斯方面的动向 来应对特朗普冲击波 不光是对于乌克兰危机 同样也是对自己盟友 所带来的影响 事先在转向中东 黎巴嫩真主党17号 对以色列在海法的 五个军事基地发动攻击 伊朗防长同日表示 将在所有领域 对叙利亚进行支持 来看短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1月17号报道 伊朗国防部长 纳西尔扎德表示 叙利亚在伊朗外交政策中 扮演着重要的战略角色 伊朗将根据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的命令 在所有领域支持叙利亚 15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公开展示其导弹 以及伊朗制造的 无人机和雷达 美联社报道称 其中一些弹道导弹的 打击范围 能够覆盖以色列和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基地 根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的报道 就在15号这一天 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部 麦仔地区发动袭击 这是以色列连续第二天袭击该地区 前一日 以色列对麦仔和库德萨亚郊区的 一些住宅楼发动空袭 造成23人死亡 分析人士称 以色列正升级对叙利亚的攻击 目标为所有与伊朗有关联的人 11月17号 黎巴嫩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 使用多种远程火箭弹 袭击了海法地区 5个以色列军事基地 包括属于以色列空军的海法物流基地 以及海法海军基地 海法以西的斯特拉玛里斯海军基地 泰尔卡梅尔物流基地 和位于海法以东 距离黎巴嫩边境40公里的尼舍尔基地 据悉 这是尼舍尔基地第一次遭到袭击 该基地拥有储器设施 同一天 俄媒报道称 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 哈雷特赫赖克区发动四次打击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宋女士 那我们看到伊朗防长称 将在所有领域支持叙利亚 您如何看待伊朗此时 发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在当前中东的冲突当中 叙利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说到伊朗强调对叙利亚的支持 有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伊朗看到 在巴以冲突升级 那么现在离异冲突 也在进一步加温的这种背景之下 以色列打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强调打击的是伊朗目标 也就是以色列认为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就任之后 美伊之间的关系 是需要以应对伊朗威胁为一个核心 所以突出伊朗这个信号 所以伊朗也会看到 未来恐怕在中东地区 在安全方面 自己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所以现在对于以色列的打击行动 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 那另外上一轮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你来我往 伊朗认为还没有结束 当这个以色列对伊朗 进行报复性行动之后 伊朗一直没有松口 称到此为止 所以现在也会借助地区 其他的反应力量 来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某种的牵制 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我们看到 确实抵抗之湖 还是对以色列发动的一些行动 来侧应哈马斯 在这个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说 对于抵抗之湖 其他力量 并没有提供 所谓更直接的一些切身的保护 那么现在涉及到叙利亚问题 如果以色列不断地打击叙利亚 而伊朗坐视不理 未来抵抗之湖 它的这种团结性 以及未来发挥的影响 都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这是伊朗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 而同时伊朗也会看到 现在涉及到在 里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 叙利亚方面发挥的 这种后勤补给作用 还是非常关键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以色列又盯上了叙利亚的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 伊朗也必须要有所行动 随着冲突 实际上已经开始外溢 有可能会出现 全面战争的那种风险 那么叙利亚也必须要考虑到 未来美国对中东的政策 以及美伊之间配合 是不是会造成 叙利亚国内形势的 进一步的变化 而这个时候 与伊朗加强配合 是叙利亚必然的选择 对 现在我们看 如果从军事层面来讲的话 伊朗会给予叙利亚 一个怎样的支持 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空袭 已经多个轮次进行 而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如果是全领域 全方位支持 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情报支持 如果能够对以色列战机的 空袭预警 包括其他信息 向叙利亚提供支持 进行合作 这样至少在叙利亚 防空袭作战方面 会取得一定进展 第二是决策支持 目前以色列在 在叙利亚境内 打击行动肆无忌惮 那如果应对方面 有伊朗的决策 和叙利亚相互组合 至少圣城旅的指挥官 包括戈籍指挥官 会协助叙利亚金方 形成某种打击方案 或者防御方案 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 以色列空袭作战效果 另外就是武器支持 目前叙利亚的防空武器装备 包括远程打地武器装备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伊朗 而且在叙利亚 还有伊朗的导弹仓库 而且之前 以色列空军认为 这些点位是必须要摧毁的重点 所以如果能够从多个方面 向叙利亚提供软硬 两种手段 那么今后 对于抗击 以色列的空袭行动 也会发挥一定作用 总之 现在把一切 能够向叙利亚提供的装备技术 以及作战行动 全部进行合作 一定程度上 可以保障叙利亚 在一定的范围内 抵抗以色列的打击行动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 黎巴嫩珍珠党 在一天之内 对位于海法地区的五个 以军基地 是发动了导弹袭击 这些基地 对于以军的行动开展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基地 有海军基地 有物资中转基地 还有虚弥虚弹基地 总之 在北部地区 以色列的重要目标 全是打击范围 通过这种打击行动 我感觉它在表达 对美国 以色列和黎巴嫩 停火方案的反对声音 如果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 在谈论双方的 所谓协议过程中 通过火箭在远程武器装备 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至关重要的海军基地 物资中转基地 训练基地 那么可以清晰地表达出 珍珠党的态度 同时也在警告美国以色列 即使可以向黎巴嫩政府施压 但是它对珍珠党武装 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双方合作进一步密切 珍珠党的打击行动 将会更加猛烈 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 还在加剧 冲突还在扩大 滥用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